今天的第一位观察对象是这位姓氏很稀有的小蛋同学 此刻小蛋打死也想不到 他搭乘的这辆出租车其实是导演组伪造的 在这辆冒牌出租车上不但安装了各种隐藏摄像机 连广播系统也被改造过 至于为什么要改造 您接着往下干 听到荷花哥哥这么具有沙马特气息的名字 你一定猜到这个所谓的电台主播也是导演组伪造的 通过冒牌的电台 我们很快就要向小蛋播放一档十分具有诱惑力的节目 下面我们会接入一些单身青年的电话 让他们通过电台向自己暗恋的对象表白 看来电台里非诚勿扰没能吸引到小蛋的注意 不过接下来他可就不会那么悠哉了 我们现在接听了一位听众的来电 在电台里小颂开口的瞬间 小蛋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个甜甜的妹子 您想找个素配对象是谁呢 是我们一样的一个男生 您能不能描述一下他的外貌特征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平常喜欢带一个什么颜色的小包出门呢 其实小颂说出的特征根本就是小蛋身上的这套衣服 面对和自己如此相似的信息 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您能不能告诉我大概他姓什么 叫什么名字 得到这个独一无二的准确信息后 小蛋笑的就像马上要去做驸马爷一样 就连一只沉默的司机 都被后排这个自嗨的乘客吸引了 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但是小蛋脸上暗爽的笑容 就像是做好事刚好被人看见一样 既然你很爽 那导演组就再帮你一把 其实我今天应该会和他见面 我在湖滨南路相思林的一个路口上 好的 湖滨南路相思林的路口上 知道了小颂的所在地 小蛋不仅没有表现出迫不及待 反而陷入了艰难的抉择 就像在思考要考清华还是考蓝翔一样 这时司机会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要不要去见她 急于去见美女的小蛋 此刻已经开始考虑一些别的事情了 居然主动提出要送花 导演组表示 不用找花店 花这种东西 我们早给你备好了 虽然这个东西也属于花的范畴 但是 与其说是送给姑娘的礼物 更像是某种用来炸油的原料 为了给要见的小颂留下一个好印象 她会接受这束诡异的花束吗 不仅接受了 小蛋脸上的笑容 就像爸爸看见刚出生的孩子一样 解决了礼物的问题之后 她又开始捣捣起自己的形象了 即将到达目的地 小蛋紧张的 就像马上要参加高考一样 见面的时刻终于要到来了 可是 小蛋似乎有点别的想法呀 眼看着就要脱离单身狗这个身份了 小蛋竟然率先给自己留好了后路 既然没有了好顾之忧 小蛋充满期待地走向了那个 曼妙的背影 即将迎来这意义重大的初次见面 小蛋会喜欢这个向他表白的女生吗 从小蛋被闪瞎眼的状态来看 他对小宋的外貌满意指数是 时温 谢谢 刚好在厨师上听到 听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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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那个电台打电话 然后这一次来 也没有防御准备 你可以买给我的吗 差不多吧 为了跟小宋留个好印象 小蛋果断地把功劳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嗯 我能简单问你几个问题吗 我 嗯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 差不多吧 比较乖巧的 哈哈哈 嘴上说的是喜欢的类型 但是怎么听 都像是在说眼前的小宋啊 不过 依您对导演组的了解 我们大老远把他请过来 是为了让他相亲吗 很快 因为神秘演员就会出现 为小蛋的电台爱情之旅 增添一点 波兰 你是小宋吗 嗯 我姓旦 我叫旦涛 旦涛 竞争者 面对这位蛋涛二号 小蛋会作何反应呢 这是你最喜欢的荷花呀 对 我是喜欢荷花 出于你而不来 主我亲脸而不腰 身旁的两个人 已经暧昧的像在对暗号一样 出于你而不来 主我亲脸而不腰 小蛋惊讶的嘴巴 都可以塞下两个拳头 现在 他会怎样捍卫自己的爱情呢 你是学波音的吗 嗯 对啊 来两个 你来两个两张绕口令 听一听 绕口令 你需要我 用绕阻力来表达对你的爱吗 不是不是 哎 你说这个专业最起码是吧 普通话 然后 相貌 小蛋迅速找到了自己和这个帽牌户 最大的差距 没错 就是相貌 我 有个相貌是吗 不像是一个学波音出生的吗 这个 我和好都说什么之外 正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小蛋拿出一个绝招 OK 认识这个吗 决真证 江西斯万大学 淡超 波音主持 你拿出来 此时 小蛋义正词严的样子 就像警察 正在像嫌疑犯亮出逮捕证一样 面对小蛋的杀手锏 导演组甘拜下风 还是赶紧去采访一下他吧 爱情到来的瞬间是什么感觉 我们是广东卫视幽默观察家 什么情况 感觉好眩晕呢 是不是我还在睡觉没有睡醒呢 感觉好